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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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長牛昌開心的當起推手 與盪鞦韆的小朋友同樂 受到疫情影響 完工多時的道輪森林運動公園第一期工程 選擇在國民運動日正式啟用 利用高速公路橋下空間與地形落差 設置有籃球場 兒童遊戲場 甚至還有簡易的極限運動場 全林市的設計 不管右童及長者都可以使用 當地居民開心的說 期待好久終於成真 你覺得這個地方不錯 不錯 超好 讚 等很久了 我們真的很期待 有一個市長為我們這邊建設 很期待 超級期待 在用的時候就一直以為可以過來 就是他們說要等驗收 所以期待今天 今天里長有廣播說 我們就趕快帶下來 好 小朋友 我們一起來 感覺非常棒 很開心住在這附近 這樣很好 因為可以讓剛接觸滑板 甚至是接觸一陣子的滑板 可以滑板的小朋友跟學生 可以在這邊做一些基本的練習 請用檢 掌聲鼓勵 啟用檢查儀式上 金融市長的牛昌 特別感謝立法人蔡世銀協助 爭取與金融市議會所有議員的支持 將於原本破舊的環境改造 更一併解決困擾地方多年的排水問題 這個地方我們是做一個 全林市的一個設計 那並且利用這邊高速公路橋下的這個空間 以及地形的一個高差 那把本來一個邊緣然後是破敗的一個區域 把它改造成為是這個全林市的運動公園 那包括幼兒還有包括像小學生 那甚至是長者還有青少年的這個旗艦滑板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進行活動 那另外也把周邊的包括這個停車 還有排水的這個問題 也一併做了部分的一個改善 那當然還有兩個全場的一個籃球場 可以滿足附近青少年的一個需求 他除了提供運動的場合之外 事實上他也跟周遭的山林環境整合在一起 這也是他最大的一個特色 許多的體育場可能周遭就是大樓 但是他這邊的體育場的相關的周遭 就是我們的樹林 山林 所以這也是當時市政府在規劃這個森林公園 最主要的一個特色 跟其他很多的運動公園是不一樣的 那是現在在立委這段期間 我們也配合市政府協調吧 像我們現在第一期 我們看到的這幾個場地 是運用高速公路橋下的土地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跟高速公路橋下的土地 請他同意來給市政府來做相關的工程運用 與市長PK投籃的副議長林沛祥 也很肯定基隆市政府的努力 同時提醒要做好後續交通配套措施 以議會的立場來講 我們要給市政府高度的訓練 到這邊本來是一個不好之地 變成是一個今天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不是只有說打籃球的人期待 剛剛我看了一下 包括5到12歲的小朋友 他們都很願意在上面做一些運動 所以我很期待未來我們安樂區的居民 甚至整個基隆市西岸 甚至整個基隆市 都越來越多人來這邊運動 來這邊享受他們的生活 六昌也宣布第二期工程 在土地問題渴望解決下 將赤支三億元在市立棒球場旁 設置更多兒童遊具及清水原野設施 中期目標則是新建基隆市第二座室內體育館 2500萬只不過是剛開始而已 我們還有第二期的規劃 準備赤支三億元 在我們的市立棒球場旁邊 來進行第二期的一個工程 那屆時會有更多兒童的遊具 甚至是清水的一個空間 那還有有一些比較刺激一點點 冒險的這種原野的設施 會進行第二期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總經費大概預計是三億元 那會分階段的來進行 那最終的一個目標是希望能夠在 大五輪這個地方建設我們金融市 第二座的市立體育館 來滿足地方上運動的一個需求 教育處方面表示 大五輪森林運動公園 開放時間為早上7點到晚上10點 部分設施也有年齡限制 呼籲民眾妥善使用 讓更多人享受這一處 得來不易的運動休閒空間 就是大五輪森林運動公園 歡迎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